大家好我是牛奶爸 在上課之前請大家先把上面的網址 這是我的Facebook的網址 請大家把我加為好友 然後如果您是購買這張DVD的朋友 電話來了 等一下 好了繼續 那購買DVD的朋友 我會把您加到 牛奶爸的科技行銷秘密基地 這個科技行銷秘密基地 是牛奶爸在Facebook裡面成立的一個社團 一個秘密社團 那在社團裡面的呢 都是牛奶爸上課的時候 來上課的學生 還有購買DVD的好朋友 那接下來呢開始 免租金免年費4小時完成網站架設 利用Google的部落格打造官方網站 本來是3小時 後來發現內容實在是有點多 然後學員的電腦有一點狀況的話 會delay一下下 所以後來把這個課程調整成4個半小時 其實 那也希望因為這樣子 讓大家比較有充分的時間 可以把它學好 然後一個下午就可以把自己的網站完成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 牛奶爸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為什麼叫牛奶爸 在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第一個小孩出生啊 可是剛好那個時候我就離職了 然後開始進入SOHO族的生活 然後一邊顧小孩 一邊接案子的工作 那剛開始我是接一些網頁設計的案子 因為其實不用成本嘛 成本比較低 純粹是技術性的工作 然後 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就開始找到Linux的產品 Linux是一種作業系統 類似Windows伺服器 Linux伺服器 它是一種Open Source的軟體 那時候呢 我們有發現在世貿展的時候 有其他公司也開發這樣的產品 剛開始我就去經銷 代理這類的商品 然後慢慢的就展開銷售的工作 那我比較熟悉的就是這些Open Source 就是開源的加贊軟體 還有郵件伺服器的軟體 因為那時候我非常喜歡電子郵件的功能 那就去研究為什麼 怎麼樣可以架設一部自己的郵件主機 那可以自己建立專屬的電子郵件帳號 然後給親戚朋友使用 那時候開始呢 一直到2006年我就自己成立公司 叫聲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們那時候到現在 服務的項目就是 有關於電子郵件的項目 像如何去監控電子郵件 如何去把電子郵件做備份 還有怎麼樣發送大量的電子報 還有家用加站機 就是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加一個網站 只要有一台機器 連上固定IP的ADSL 就可以加一個網站 當一個發寶器 那底下是我們的一些客戶代表 因為這些伺服器銷售的對象都是企業比較多 比較少個人會去購買 因為他的單價也比較高 然後企業的人數也比較多 那時候我還沒有開課 那目前是以開課為重心 所以會錄製這個DVD的產品 那主要目的也是希望 現在其實失業的人還蠻多的 然後其實我比較喜歡用一種方式去創業 就是把你的知識賣給需要的人 把知識賣給需要的人 那其實不難 像瀏覽爸目前做的這個工作 我把我繪的東西把它錄製起來 錄成DVD 其實這就是一種知識的傳遞 那需要的人呢 他需要這樣的知識 他就來購買這個知識 對大家來講 腦袋裡的東西 其實它是可以轉換成財富的 那如果我需要你的知識 我就會去購買 就好像去買書一樣 那我比較偏向於把 因為我的產品 我的知識比較屬於網路科技方面 網路科技的行銷 所以我會把這些知識把它錄成教學影片 讓大家看起來比較容易了解 那我的課程特色呢 就是使用開源的Open Source軟體 這些軟體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那也有很多免費的網路資源 像Google Google有很多免費的網路資源 那今天的課其實就是教大家 怎麼樣利用Google的部落格 他是免費的 但是我們Google的部落格 其實看起來還是很像部落格 可是有很多企業 或是個人他架設的公司網站 他的形象必須像公司 我不要太像部落格 因為部落格給人感覺好像沒那麼正式 假設你是真正要銷售產品的話 給一些網友的信任感可能不是那麼夠 那今天主要呢就是希望把這個部落格架完之後 然後把他的樣板整個推翻掉 把他套上一個新的樣板 那這個樣板呢就是看起來很像官方的 官方的網站 他就不太像部落格了 那這個方式呢 盡量利用免費的軟體 譬如說說圖軟體啊 影像處理軟體啊 讓你把這些軟體 利用這些軟體 電話又來了等一下 好了 網站的組成呢 是一個多媒體的 是一種多媒體的結合 他包含了很多網路的知識 像網址的申請設定 還有網頁的排版 還有圖片的處理 影片的處理 還有我們的文案寫作的技巧 還有SEO就是搜尋引擎優化的技術 還有一些超連結的技巧 還有網站的動線規劃 這個都是組成一個網站的必要條件 那這些技巧如果越熟練的話呢 你的網站就越能夠吸引別人 那不管你是要行銷自己 還是要行銷商品 都能夠讓你在實體的世界裡面 事半功倍 所以課程特色就是 教大家把網站建立起來 然後呢 把你的商品 或者是你自己的個人品牌 呈現在這個網站上 利用照片 圖片 影片 文案寫作 這些技巧 那這個上課流程呢 如果是實際來上課的學員呢 我會請大家把這個流程記一下 然後呢 等一下也會提醒大家 在每一個段落的時候 提醒大家 課後呢 會請大家發表一分鐘的心得 我會幫大家錄影 那錄影的作用呢 有兩個 一個是幫 對方 一個是幫我自己 幫對方呢 就是說 願意來錄這1分鐘自我介紹的人呢 你們可以先講一段 你們自己的1分鐘 自己的30秒鐘廣告 就是你們在做什麼行業 然後 你們想要賣什麼商品 你可以講 那講完之後呢 再講另外30秒鐘 就是針對今天上課的主題 有哪一點是你最有收穫的 你的感想把它講出來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影片呢 放在網站上 那一方面呢 人家看到這個影片 會知道我來上我的課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那也順便提 promote到你們自己的商品 這是錄這個影片的目的 那裡面呢 這個有21點 這21點呢 是12月27號之後 所上課的內容 總共有4個半小時 第一個呢 官方網站和blog有什麼不一樣 第二個 blog的目的是什麼 第三個 有了公司網站 為什麼要成立blog 那第四個 有了facebook 還需要blog嗎 第一個 blog的內容要寫什麼 那第六 為什麼要把網站 架在google的平台 那第七 如何將google的blog 改成官方的網站 第八 把官網和blog 架在同一個網址 有什麼好處 第九 如何買網址 第十 如何設定DNS 這是 教你把購買的 圖片的大小 那我們也提供一個 Open Source的免費軟體 讓你帶回家去用 12. 怎麼樣插入影片 13. 怎麼樣制定左右邊的HTML區塊內容 所謂的HTML區塊內容呢 我們等一下也會說到 它裡面可以去放圖片 可以放超連結的文字 很自由發揮 可以放你想要放的東西 也可以放影片 那它放在網站的左邊或右邊的區塊裡頭 14. 怎麼樣做出這個網址裡面的排版 也就是說它看起來很像官方網站 那從部落格直接改成這樣子的官方網站的版型 其實這個版型還蠻多的 可以去下載 那我們也會跟大家說 去哪邊下載 15. 如何利用表單讓客戶留下資料 提供後續的追蹤銷售 其實架網站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留下 客戶的資料 那 目前能夠直接 和客戶一對一聯絡的資料 最具體的就是 簡訊 跟電子郵件 所以這兩個欄位是一定要提供在網站上 那 讓客戶 感到這個產品很有興趣 或者是你提供一些 一些可以贈送的小贈品 不管是線上下載軟體 或者是電子書 或者是實際的商品 那我們都可以請網友直接 留下他的資料 甚至留下地址 如果是實體商品要寄送的話 我們就可以留下他更多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呢 都是為了提供後續的追蹤和銷售 16. 如何利用Power EDM 排成軟體 自動發送追蹤銷售的電子郵件 和簡訊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Power EDM呢 是牛奶爸跟 SUNRY科技合作的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 它可以 去發送個人化的信件 也就是說 收件人收到這封信的時候 那 信的主旨 內文 都會帶上對方的名字 收件人的姓名 那也可以 查入其他的 變數 譬如說 如果你交換到 100張名片 那 這100張名片可能是在某一個 演講的 會場認識的 那我們就會寫 某某某您好 很高興 我們幾月幾號在 什麼場合 演講會場認識 那收到這封信的人呢 他們就會想起來說 喔 原來 我們是在哪個地方認識的 甚至連日期都有提供 而且他的主旨和內文都有帶他 對方的自己的名字 這樣的信件 或是簡訊呢 對方就不會覺得是一種垃圾信件 所以他的功能 和他的效果 非常的好 17 附送一個電子報的範本 喔 這個 在 光碟片裡頭 或者是來上課的學員呢 在 在那個 秘密基地 社團裡頭都可以下載到 18 利用FTP軟體把電子報的範本 上傳到 流奶爸贈送的100Mb 免費網頁空間 只要是購買流奶爸的教學DVD 或者是來上課的學員呢 我都會送一個 免費的網頁空間 那這個免費的網頁空間呢 非常好用 因為你可以把 譬如說 用Dreamweaver或者是 FrontPage製作的網頁 我自己手工做的網頁 可以直接上傳到這個 免費空間裡頭 而且 如果你們有購買自己專屬的網址的話 也可以把它對應進來 那 這是一個虛擬主機的網址 虛擬主機的免費空間 100Mb是流奶爸提供的 然後第19 簡易修改電子報的範本 電子報的範本 它是一個 HTML的頁面 啊電話又來了 剛剛講到 喔好 附送一個電子報的範本 然後第18是把這個 把這個電子報的範本呢 因為這個電子報是一個 HTML的 的那個 一個HTML編輯出來的 純手工的一個網頁 那這種純手工的網頁 必須用FTP的方式 把它 傳到那個 虛擬 虛擬空間 網站的虛擬空間裡頭 那我們也會教大家 怎麼樣利用FTP軟體來 傳送檔案 19 簡易修改電子報範本 那我們也會提供一個 免費的 免費的網頁修改軟體 免費的網頁修改軟體來修改這個電子報的範本 然後這個軟體可以讓你帶回家 很棒喔 然後20 將做好的電子報放到PowerEDM發行軟體的寄件夾裡頭 也就是說 這個電子報的範本 等你修改好了 而且上傳到免費空間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 這個 電子報 整個複製 然後貼到這個PowerEDM的發行軟體裡面 寄出去的呢 收件人收到的就會是圖文並茂的 就是你做好的那個電子報的範本 長得一模一樣 很漂亮的電子報 21 提供沒有商品的朋友一個創業的機會 那因為這次上課 12月27號上課場地呢 是綠川生技的 一個朋友 傅康先生 代傅康先生提供的一個場地 那他們公司呢 有在找經銷商 那綠川生技公司他們的 顯金和顯定呢 其實就是幫這個 台糖和白蘭氏 公司 製造的 OEM給白蘭氏和台糖的 原料 那他們也有提供這個經銷的機會 假設你今天真的是想要 找不到一個創業的機會的話 這邊也可以提供這個 這個機會 那 再幫你引建給 帶先生 然後呢 PowerEDM的電子報排存軟體 年費是9800塊 學員只要6800塊 而且贈送一個不會被停權 可以大量發送的電子信箱 一般如果 您了解電子報的軟體的話 大部分的電子報軟體 都不會附送你一個 發信主機 那 你就必須在家裡使用 譬如說 HINET的ADSL的用戶呢 你可能就要設定 msa.hinet.net 這個SMTP主機 來幫你發信 可是呢 你在家裡發信的時候 HINET它會不會擋你的信 如果 少量發信的話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發送 常常在發送上千封的郵件 那 你可能會收到 會接到電話 中華電信都會 可能就會打電話來 因為以前我處理過很多這類的客戶 我常會接到電話說 對不起 您的那個電子郵件 發送的 頻率非常的密集 我們懷疑您的電腦已經中毒 或者是您再大量發送垃圾郵件 那如果再不改善的話 我們就會幫你停權 也就是說 只要一旦 HINET把你停權了 你就沒有再發送 你就沒有辦法再發送電子郵件 那這個狀況會很嚴重 所以呢我們提供您一個 不會被停權的 電子郵件信箱 和一台 SMTP的發信主機 這個是我們學員才有的 最重要的 像是一個 字幕會否認真 在網路上 ? 有